欢迎收看今天的公立火力灾 我是陈丽婷 高雄有38个行政区 每个行政区都各有特色 也非常美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各区发生的大小事 电子书的普及化 提供民众随时随地阅读的便利性 现在就连厚重的里长服务手册 也电子化了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今年在全国民政体系中 首创编制第一本 里长服务手册电子书 推出后不但环保 在线上阅览也相当便利 甚至还设计了手机版网站 开放民众上网阅览下载 厚厚一本内容详述里长职务的权力 义务以及里政相关资讯 这本多达三四百页的里长服务手册 由于过于厚重 光是攜带就很不方便 因此市府民政局 今年在发行上特别有所改良 改以电子化的形式 首创全国第一本里长服务手册电子书 我们也为里长他要服务里面 希望增加他的便利性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纸本 那今年我们的同仁 我们内部在讨论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里长服务手册 其实对里长在服务市民的时候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往往有时候需要用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随时带在身边 所以我们为了增加他的即时性跟便利性 那我们就去考量 是不是可以用医化的方式 用电子化的方式来协助里长 有啊 很方便 就不用想像以前那样 扎一本这么大本 如果要服务里面的时候 可以在手机可以看 很方便 过去每届新任里长就职后都会发行的里长服务手册 不但厚重不便于里长服务里面 也不提供市民所悦 不过现在改良成电子书之后不但方便阅览 还开放民众上网下载 甚至也贴心的设计行动版阅览功能 那但是我们今年我们也希望说 里面也可以很方便 因为我们既然是电子化 表示它是随手可得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里长服务手册呢 是放在我们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的网站 那你可以上网去download 去把它下载下来 民政局表示将会评估电子书的浏览人次 考量未来普及化的推行 此外为了提供更便明的里政服务 民政局也建制了里政资讯网 将里长的服务资讯及其相关成果 放在网站上供市民参阅 港独新闻 许福天张浩欣采访报导 即去年林雅区和三民区第一户政事务所 开设打包带编织班 提供新一名姐妹学习一技之长 受到热烈的欢迎 今年又再度开班授课 在班级成员里 步伐有新一名姑嫂 姐妹党和夫妻党 携手参加 而现在她们已经可以展示成果咯 带您一起来欣赏她们的作品 华丽装饰 阿诺伍兹 来自印尼的新一名姐妹 跳着爪哇迎宾舞 别有异国风情 来自各国的新一名姐妹 齐聚一堂 因为今天正是她们参与打包带编织班的解业典礼 那我们新一名姐妹能够借由这个记忆 除了可以送给她自己的朋友或家人以外 那这个部分当然对她们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也可以利用这个记忆当成她们的第二专长 那也可以借由这个打包编织带呢 可以有一些收入来贴补家用 宁亚区和三明区第一护证事务所 即去年开设新一名姐妹打包带编织班 受到热烈回响 今年再度加码开课 其中更有不分夫妻党姐妹党携手参加 因为是政府还告诉我们政府对我们好 然后会帮忙我们会开什么节目会叫我们来 所以这样就谢谢政府 原本是陪她来 那个移民署的那个课长他会叫我 干脆一起报名来参加这样 你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怎么样 不错啊 我觉得收获最大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觉得这个还不错还可以 就是以后还可以创业 因为最近我们都没有上班了 听说有这个课程我们就来参加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可以拥来可以创业或者卖 人家喜欢的我们就卖我们在乘坐 希望未来像这样的班级能够多多益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来协助我们的新一名 刚刚我们的姐妹说 他们这个班呢让他们感觉他们不再弱势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意义 为了辅导新一名姐妹一技之长 互所结合中央与地方的资源 免费教授新一名姐妹们编织包包 现在他们不但可以自信秀出自己的成果 更在这里扩展人际 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姐妹 赞不赞 赞 港的新闻上看我雅婷采访报道 一位在台湾已经定居超过20年以上的新一名姐妹 她来自澳洲 曾经当过英文老师 但退休之后 她将自己做甜点的兴趣变成商机 透过网路平台和每个人分享她的手工甜点 因此在网路上也广受好评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一同来认识这一位新一名甜点艺术家 来自澳洲有意大利协同的Rosemary 自家的厨房则是她的甜点艺术创作天地 将烘焙好的蛋糕挤上奶油乳酪 完美地呈现自己的作品 自然的 是比较好 完成之后 撒上花生大功告成 接下来就是包装 看起来就不良了 不然我这样倒完就不良 来到台湾定居超过20年的Rosemary 将自己做甜点的兴趣变成职业 透过网路平台接订单 为客户做出客制化的甜点 因为她做的每一个蛋糕 都是纯手工又讲究纯天然 因此也开创出一片市场 口味受到不少客户喜爱 我什么都是手工的都是我做 连那个新人粉 如果是有新人粉 我自己去买新人 自己摸 一般都是 就是就会Facebook上面 找一个 找她的蛋糕 就说谢谢你 每个人都说很好吃 就是下次还会买啊 什么什么 坚持纯手工Rosemary在制作上 很有想法 认为每一个成品 都是她独一无二的创作 年轻时 因缘际会之下 来到台湾找朋友 反而让她爱上了这里的环境 在这里找到了对的人 结婚生子定居下来 而这样的结果她也坦言从未预料过 就觉得是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啦 没有想过会住亚洲啦 可是呢 又没有想过是 因为我们自己是意大利的 原来是意大利 我意大利文是很差 就后面是没有想过是 我一个亚洲的语言会比 比我的意大利文就好 对这是也是没有想过的 的一个事情 对 可是没有后悔啦 因为我觉得是亚洲是一个 就是台湾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啦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惊喜 当初Rosemary从澳洲千里巡有 来到台湾 因此结下了缘分 退休之后没想到自己的兴趣 也能有如此成就 Rosemary也说 除了制作过程的喜悦 以及自我实践的成就感之外 顾客给予的好评 也是她持续下去的最大动力 港独新闻 许富天张好新采访报导 接下来带您看到这间历史超过百年的老房子 历经多位屋主 现在被一位年轻人承租下来 将老房子原有的特色完整保留 自己与伙伴两个人也动手进行装饰摆设 现在这间老房子变成了一间复合式的文创商店 里头有提供餐点饮品 也寄卖文创商品 里面有百年历史的盒饰 还用来作为展场展示手作文创品 非常有特色 三层楼高一楼摆设各式文创商品 一旁的木制柜台充满日式风情 这栋老房子从日治时期就助力在此 迄今已有百年历史 现在被一位返乡青年乘租下来 作为文创商店创业 喜欢老旧事物更欣赏老房子的美 他与创业伙伴两人将这些时代的痕迹 当作店内特色 坚持不翻新靠自己的双手装点它 想要保留它原本建筑不想要去破坏 所以我们就尽量以一些装置的方法 去改装这个房子 就像你看到所有的家具啊 都是人家不要的 丢在门口的 然后我们去询问说 屋主你这不要的吗 他说对 那我们来捡回来 慢慢的去把这间店装置起来 一楼作为西点工作室 二楼同样也是拥有百年历史的 传统加高日式盒饰 则提供其他文创工作者 作为展场使用 像二楼部分就类似工艺了 就是希望说 台湾的一些软实力能够硬起来 就是变成说 让这些年轻的创作者 能够有更多的平台 因为他们也没有钱去租文化中心啊 或是波尔这种大展场 因为空间大 他就算是租了下来 他也要有 相等对多的产品 那不要给他一次那么大的压力 给他一个小小的品数 让他把它补满 然后或者说他创作东西 可以呈现出他要创作的东西 再来到三楼半露天的空间 可以看见老旧的木制屋顶 这里被规划成表演活动的场地 年轻人选择百年老屋 作为奇点返乡创业 加入新生代创意元素 让这栋充满历史的古味建筑 凝聚着新旧时代交替的花火 也营造出不同的时代氛围 港独新闻 一起来关心 公园里的毛小孩 不论是跟着主人在波浪阵道上 跑跑跳跳还是玩耍用餐 看起来都玩得不亦乐乎 这里位在中正公园内 是高雄市第一座为狗儿 设计的运动公园圆区 今天第一次来这里 那感觉还不错 因为它规划还不错 有一些设计 然后那边有沙坑 那至少它旁边有围起来 狗狗比较不会跑出去 比较安全 今天玩这个 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那个山洞 然后还有那个沙坑 我刚刚有带过去那个沙坑 还蛮喜欢的 公园近期玩工 就受到不少狗主人的青睐 就连一般日的上午 都陆续有人带着自家宝贝 来散步玩耍 公园还特别为大小狗儿 设计活动范围 有不同高度的围栏 避免狗儿跑出活动区 洞宝处也表示 这是专属于狗儿的第一座公园 希望狗主人们能够共同维护环境清洁 在带爱犬游玩时也善尽管理责任 将来就是啟用之后呢 我们东宝寺会定期在这边 做一些消毒的一个动作 因为狗狗 从各方来狗狗很多嘛 那如果说有病菌在这边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传染 所以我们也会在地理菌做消毒 有了狗儿运动公园 除了能让四祖安心的带毛小孩去公园游玩 不干扰周边民众之外 狗儿也能尽情奔跑玩耍 认识其他狗狗 拓展宠物们的社交空间 港独新闻 想要在众多餐饮市场中脱颖而出 除了料好实在之外 创意再加上故事性更是不可少 两个没有餐饮背景的年轻人 凭着一股热情自学厨艺 赋予餐点故事性 让顾客吃下美食的同时 也能想象当时的情景 小小的店面装载着两个年轻老板 大大的梦想 这间有两位非餐饮科班出身 凭着自学与热情学习厨艺 卖出的早午餐不但美味 还包装的有故事性 就像这道奖夫人牛排餐 直接到那个我们的奖夫人经典牛排 开始先吃 因为牛肉的话趁热吃比较好吃 它名字好特别喔 你有听到吗 奖夫人经典牛排 因为据说奖夫人在早餐的时候 会吃的比较养生 那他可能就是不会摄取淀粉的食物 那就是请主厨就是做一个牛排的 就是专门就是只有蛋白质 他就是早上摄取蛋白质 就是有营养就是健康有养生这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讲不能吃 他是只吃牛排 他旁边就没有配可能面包这样 对对对 早餐就来一刻大大的牛排 颠覆一般人传统的习惯 选用澳洲牛肉油花分布均匀 吃起来鲜嫩多汁又有咬劲 接下来这道不用去西班牙也能吃得到的 地中海阳光烘蛋 里头包含了马铃薯洋葱 起司和青花菜 咬起来软Q充满蛋香 我刚刚以为他是那个耶 蛋塔 对啊很像耶 他超厚的耶 切个Oh my god 这也太厚了吧 这料很多耶 等一下 我要一口把它吃掉 我吃这个 像去到游乐园一样 很欢乐很丰富吗 它的口感软嫩松然后脆 因为一般外面就是做的西班牙烘蛋 它会比较薄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跟别人做 比较不一样的烘蛋的话 就想要把它做的厚一点 那里面夹的料比较多 口感会比较丰富 这里的餐点标榜是用现点现做 排放的空间让你看到制作过程 采用自注视用餐环境 温暖明亮的空间 还有晕天的户外座位 让你享受悠闲的早午餐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圆艺花器也能变身成为家中的创意装饰吗 大树区孤山里的里长家门口 就有这样的巧思 原来是里长夫人自己动手DIY 将盆栽的花器组合成人偶 再画上五官等 让经过的人眼睛为之一亮 里长夫人还说 未来会将这项创意往社区发展 美化环境 用一个个的小花盆叠起来 变成了四只手脚 远远看就是一群由花器变身而成的可爱人偶 脸上表情丰富还发挥创意 用道具做成头发等装饰 这里是大树区孤山里的里长家 而每每让路人经过 都会眼睛为之一亮的家门摆饰 正是里长夫人的巧手杰作 对啊就是那个全部都是花器 花盆 对对包括那个帽子 全部都是花盆花器 所组织起来的 然后那个像那个头发 就是那个麻绳 把它弄一弄把它拆一拆 叫做一个头发发丝 走到里头原来不只有创意人偶 賴太太也利用闲暇之鱼 将自家庭院布置的美人美奂 有秋千良亭等 她还说要用这些装置艺术 来布置社区点缀孤山 没有啊 当初就是自己去一些景点啊 跟一些创意啊 然后自己回来 就自己想说 把这些保抵一下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会运用在那个社区上面 家庭装置艺术自己动手DIY 将生活用品器具 赋予一些巧思及创意 或许会有令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港独新闻 许富天张浩欣采榜报导 有鉴于食安观念 抬头有许多学校都开辟校园菜谱 不过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男子高中 校内就自行栽种咖啡树以及小麦 也举办产地直达餐桌的成果展 让学生自行使用校园食材制作餐点 让整个成果展都弥漫着浓浓的咖啡香气 不论是香浓的咖啡还是学生所做的各类甜点 这些都来自男子高中校园内 直接从产地直达餐桌 男子高中为了让学生体验食材生产过程的辛劳 校内的休闲事务学生特别挑选出本土小麦 以及阿拉比卡种咖啡让学生种植 要实践产地到餐桌的食安概念 比如说以咖啡源来讲好了 就让学生他平常只有在一般市面上 可能只有喝到咖啡充足出来的咖啡 但是他不了解说整个种植咖啡的历程 还有他是怎么样去做萃取原模 所以我们希望就从咖啡的 咖啡树的种植过程 从开花结果一直到他烘焙 研磨 那到他最后整个冲爆出来的咖啡 能够去品尝到这杯美味咖啡的整个壁程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去感受到这杯咖啡得来不易 而且整个生命教育的过程也融入这种课程里面 结合咖啡加小麦的美食咖麦拉成果展上 学生也将这两样食材做成餐点 调制咖啡还展现多项像是传统调酒 桌边烹调 以及咖啡拉花等多元的学习成果 种植的过程就是蛮辛苦 但是用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做出一个成品 那感觉就很不一样 是学校珍惜食物啊 然后食物很得来不易 就是也不能用到农药 然后要细心的照顾 尤其现在的食安问题非常的严重 希望他们经由这样的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 了解将来在社会上服务的时候 应该如何把他应该的工作做好 就是特别像食安的一个把关的方面要做得特别好 这是我们教育他们的目的 校方也表示未来将规划结合咖啡树种植 融入咖啡调制课程中成为学校课程的一大特色 另外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特色课程 进一步培养学生在咖啡生产烘焙调制上的专业能力 大树区有一间文明的手工麻油行 这间手工麻油创立于1909年 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传承至今也已经是第三代 老板一路走来沿用古法炒制麻油 坚持如意的原因 只为了答应父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听听传香百年的麻油故事 示范早期炒麻的步骤 百年老店第三代邱老板直率地说 手工制麻油实在不容易 来到大树区这间远近驰名的手工麻油行 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百年来坚持手工而沿用古法 坚持下去的原因 居然是因为当初老板父亲 临终前的一句话 我说我去煎麻 我老板要洗蚵子 没必要大胆胆胆胆胆胆胆 我老板对这个麻油看得很重 我老板说的 你若是不敢吃 这也生意人说的一句 自己不敢吃 谁不敢吃 我们做这个麻油的传统麻油 要给它真的来 想起这些我们做的 时间五十五 不再给人家吃 吃吃吃 就跟我们说 哎 老板那麻油真不错 一切皮都没有 拿起父亲的烟斗 老板说这也将近有超过七十年的历史 而这可是他当初学做炒麻炙油的时候 印象最难忘的教练 我真唱歌这一段时间 我说他是我 文字也是我 我老板 如果在学习东西 我老板要鼓励 你只要打不上 拼出来 拼了 拼了一段 最后的科学就是 可以老板要鼓 可以老板来推 老板来挖 你学习高 好好的做老板 你老板要鼓势 手工麻油的坚持 传承百年 历境三代 现在老板也将家传古法 传承给小儿子 希望能够延续家传事业 让大树麻油持续飘香 历久彌新 港独新闻 许布天 张浩欣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 公立火力灾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丽婷 我们下次再会